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是台东的大午车站 中午的温度都到达了 35.6度的高温 所以中午天气热乎化 你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 这样热的天气不补充水分 会中暑 另外防晒的工作也不能少 因为户外的阳光都很强 可是如果你在今天海边 不管是海上作业 或者在海边钓鱼 甚至在海边细水的朋友 你会发现到 风还蛮大的 因为最主要 风向有一点偏着南南西风 到西南风上来 风力的部分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在苗栗的后龙 这边的风力 有达到八级的阵风 刚刚看观测资料 苗栗后龙那边的风力 在六级 所以今天在傍晚以后开始 其实沿海的阵风 仍然在这 偏着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风力来说还是比较偏大 还有一点 现在这个时候 刚好适逢 这个农历七月中旬的大潮 你如果是海边细水活动 要特别注意 大涨潮 大退潮 当大退潮之时 如果你的泳迹不好 或者你在海流 比较强的海湾 你要特别小心 不要被卷出去了 到时候游不回来 这一点要提醒 现在放的暑假 已经到最后时刻 在海边细水的朋友们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雨 主要在云林的谷坑 有下下到了98毫米的降雨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主要都在山区 台北盆地有下 不过量来说也都不多了 那热低压 有一个系统正在发展 今天早上还在东京144度 现在到了东京143.6度 这个台风明天就会形成 那未来到下周二要注意 接近日本 所以你是下个礼拜二 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热带扰动的发展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一些观测资料 先来注意到降雨的状况 今天主要 北台湾有点午后阵雨 量不多 中台湾地区有 南投山区有 嘉义阿里山地区有 高雄的山区有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平地的部分都只有零星的 下并不多 可是你可以注意 这边的水 这个海边的降雨 不是今天的下午的 我后阵雨 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水气通过的过程当中 造成的降雨状况 在午夜的时候有下 澎湖也是一样 金门也是一样 最主要就是风向 有一点偏南南西风 把南边的水气 整个拉了上去了 所以在我们南台湾地区 今天的时候阳光都露脸了 许多南台湾的朋友 在今天你好好的洗衣服 晒被子 可以晒到礼拜天 因为整体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 可以持续这几天的时间 那我们再来看什么 来看一下这张色调强化的云图 我用一个全景的云图 这样子更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系统 第一个先来看到 现在目前这个是一个热低压 那这个热低压在明天的时候 它逐渐地在朝西北走的时候 它有机会要发展成为台风 目前是在关岛的 北北西方的海面上 那我们台湾 台湾在这边 那未来的走向 它会逐渐地朝着 这日本的南方的海面在前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有没有注意到 高压明显的是一个偏弱的状况 而整个高压势力的减弱之下 台风系统在未来 会沿着高压的边缘开始 整个往北的方向走 所以会接近日本 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影响 但我们的天气系统可以注意 南边的水气发展 现在这个时候是往大陆的方向在移动 就是大家还记得吧 昨天那个九号台 今天早上就消失掉了 可是系统整个往北走之后 水气的发展 现在是被往北边带 所以从印度洋孟加拉湾 这边过来的季风水气的发展 都在通过中南半岛 逐渐地进入了大陆的华南沿海 所以华南沿海沉着在下雨 下午的塞巴河 广东广西跟福建还蛮明显的 不过要注意 这个系统在逐渐上来的过程当中 当它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是下礼拜一 到下礼拜二我们就要看 如果说太平洋高压势力 是偏强一些的话 它就会往这个高支的方向 或者往宫崎的方向走 但如果高压的势力 是比较减弱一些的话 它甚至就有可能往北边飘 往大阪或京都 甚至往东京的方向走 所以你要前往日本 下周二要注意 下礼拜二 但要突然也注意是 下周一到周二 它到这个位置之后 也就是说 当这个系统逐渐地 到达日本附近这边之后 我们的整个环境风场 又会开始拉着西南风上来 所以下礼拜一以后 降雨状况增多 就是这样拉上来的水气的影响 来我们来看看动态的云图 动态的云图可以注意到 水气的发展 主要在这样子往北移动 所以大陆沿海城镇的 降雨状况多 不过偏向于我后阵雨 你看不到 现在云层消散 晚上的时候又发一波起来 那我们台湾上空 这几天会因为在南边 一个弱的高压势力的东移之下 使得我们的天气稳定 时间点从礼拜四 一直可以持续到礼拜天 但要注意的是 等到了礼拜一以后 这个系统台风系统上去之后 这个时候又会拉水气上来 所以到了周一以后 我们要注意之后 南边上来的水气 又使得南台湾地区的降雨状况 又会开始滴滴答答的下 下午是午后阵雨 早晚就是那零星的降雨状况 可以持续到下周三到 甚至下周四 那我们接着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的温度算舒适 白天的温度是炎热 北部的高温上看到 36度的高温 零星的午后阵雨 中台湾都是天气晴 南台湾也是好天气 只有横川半岛 有点早晚地形降雨 而到东半部地区的 宜兰雪山山脉 有点下雨 花莲台东的好天气 外岛地区也是天晴 大家可以注意到 未来一个礼拜 到了六日以后 午后阵雨增多 下周一以后 开始南部地区的降雨 就会开始逐渐又明显 而外岛地区天晴 倒是澎湖下周一 会开始有雨 小丁宁 两件事情要提醒 外出活动要防晒 午后阵雨三驱多 下午三驱活动的朋友 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